在開場之前,先跟大家宣答一些事情 就是下午我們最期待的Lightning Talk 就是已經爆滿了 因為今年太多人,所以如果在場有報名Lightning Talk 要跟大家講一件就是 我們從五分鐘變成三分鐘 沒有報名的你們會很開心 然後如果有報名Lightning Talk的人 就是三點零五到三點半的時候到R0那邊集合 但如果到時候你找不到人 你就到櫃檯那邊問一下 就說你是Lightning Talk的 假如說到時候 因為時間上總是會有一些miss 那也快開始了 就這一場演講 就很高興請來 就是我們台灣素媒派的Compass So sorry 來給我們帶來精彩的講 而且他今天會帶來真的是實作 所以我話就不多說 就掌聲歡迎他,謝謝 哈囉,謝謝大家 很高興來到PiCon 一年一度都要來一下這樣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題目 是一個小鴨城 就是英文是Darky Tongue 那是一個基於Raceify跟ROS Rose的一個開源無人車的專案這樣 那好,我還是要廣告一下 那我們最近拿到Raceify Reseller 官方的台灣唯一 然後 那今天會介紹是這樣 就是前面先講一下什麼是Darky Tongue 這個專案這樣 再來是他會用到的一些硬體軟體 再來是一些架設環境等等 那會再介紹一下說 如果說我們要做一個最簡單的Land Following 就是車道跟蹤的一個過程 大概是他的一些需要實作的過程怎麼樣 那最後會有蠻重要的學習資源 那還有一個小小demo這樣 那Darky Tongue是什麼呢 Darky Tongue其實這個專案是來自MIT MIT的專案 那其實我們用一個影片來看 應該會比較容易理解這樣子 那這個影片還蠻快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Darky Tongue其實就是在講 它其實重點是 第一個是它有台車 還有一個環境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這個車可以在這個設計的軌道中 這個行走這樣子 那這是MIT他們在2016發起的一個專案這樣子 那它的唯一的上面的唯一的一個感測器 就是像是它的相機這樣 Camera 那它是用樹莓派 然後這個其實看起來跑得慢慢的對不對 看起來跑得慢慢像個玩具 那它其實有這個有一個偉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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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項 就是它其實不想要只是這樣子 這樣子 我當玩具而已 它除了在課堂上教學之外 那它希望是能真實的在路上跑 所以MIT跟Toyota有合作這樣 那它說這個 這個預計之後會在這個路上跑 這樣子 那我們後來有一段影片是他們有用在真實的車上的一個小小的影片 這樣等一下可以放一下 那所以這個Darky Town這個是 它其實是一個開源的電腦視覺的自駕車專案 那它包含了蠻多東西的 第一個是它前面的一些環境設定 就是在這邊 那有一些這個車的設定這樣 那再來是它的除了車之外 它會需要這個一台車之外 它是用數媒拍 另外還有你需要一個主機端的設定 主機端的設定 主機端的環境 主機端號就是Laptop 那我們一般都推薦用這個無綁圖這樣 無綁圖 那這兩個會透過網路 那它會透過網路去 透過主機透過網路 控制你的小車這樣 那所以你需要一些網路的設定 然後再來是它唯一的這個 唯一的控制 唯一的這個輸入來源是相機 所以你會需要做各種校正 比如相機校正 車體校正 車輪校正等等 但是你要建構個環境 建構個小壓城的環境 然後最後就可以讓它在路上跑了 所以大概整個架構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整個歷史是這樣 就是2016年在MIT 他們在一開始就做了一個課程這樣子 後來課程後來在2016年之後 就是交代一個老師 他們就是他們就從MIT離開到交代 那他也開了一個課這樣子 在暑期的課 那之後後來就是在2017年 他們有就是把暑期的課 變成正式的課等等 那後來就開始很多學校 就是不只MIT 交代等等 那很多比如說 蘇里斯聯邦理工學院 或是Toyota的一個創新科技中心等等 那他們也開始開了很多相關的課 就用使用這樣的專案去做教學 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 以前事實上有蠻多的學校 那在使用Darky Town這樣 比如說MIT 這是剛剛蘇里斯聯邦理工大學 這個交代 這是芝加哥的Toyota的創新中心這樣 那所以說你在這個專案中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在專案中可以學習到 比如說什麼叫感測器 有哪些感測器 那雖然唯一的感測器是這個相機 但是其實你後面還可以外加其他的一些感測器 那我們後面會稍微介紹一下 那你可以學到一些相關的一些校正等等 再來是你收到這個資訊之後 從相機收到的資訊之後 你怎麼去做各種的辨識 比如說你去做色彩空間的轉換 或是你去做物體的一些辨識 怎麼辨識這是一個車道 怎麼辨識這是一個交通號制等等 那我們也可以學到一些非線性估計 就是說你可能怎麼去預測 你下一步該怎麼走 那你最後面可能會有一些比較進階的議題 比如說你去了解你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你跑了一圈之後你了解你的位置在哪裡 那有了一些位置在哪裡之後 甚至你有多台車 你就可以做分散式的協調這樣 那所以說你在這個專案裡面 除了會實際上操作什麼 就是我們會直接實際建立這個Darky Bot 就是那個車子 那跟Darky Town的環境這樣 那再來是我們會需要了解ROS 就ROS 什麼叫ROS這樣子 那再來是有些ROS的一些模組擴充等等 那會做最簡單的一些Land Following的概念 實作這樣 那你除了一台機器人之後 你可能會有多台機器人 你會有些資訊的交換等等的 那所以說我們講一下它需要的硬體環境吧 那Darky Town 小阿城其實在講這個建構的環境 就是你會有看到車道 那上面會有黃線 那還有一些小鴨等等 那還有一些交流控制 那再來就是你的Darky Bar Darky Bar這個小車這樣 那其中Darky Bar所需要的零件 大概主要會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你會有個樹莓牌 那在以前是用Pi2 那現在新的版本是用Pi3這樣子 那你會需要一台雙層的小車這樣子 那還有最重要的是 第一個是語言相機 就是有它當作輸入的來源 再來是你會有這個馬拉控制板 這樣會有來驅動這個車體這樣 車輪這樣 那你可能會需要一個搖桿 然後再來是最重要的一個是 還是一個小鴨這樣 這樣很好看 那再來就是除了Darky Town 像有Darky Bar的這個小車的這個 假設你已經有這些設備之後 再來是你要建立一個環境 你可以看到這環境不是隨隨隨便便就可以搞定的 它其實有一個專門的一個操作手冊告訴你這樣 那比如說你會需要定義路 什麼叫路 對你要注意的是 路是它是中間是用白線 而且它這個白線的寬度是5公分 它是側邊的寬度是白線是5公分 中間是黃線黃線是2.5公分 你要用這樣的膠帶才行 但是車道之間距離就是 就是這個白線跟黃線之間距離要20.5公分等等 那再來是它整個車 所以兩個車道大概就是43.5公分等等 再是它轉彎的角度不能太大 那所以它有 對這個每一個路 它都有一些初始的定義這樣 那初始的定義是因為 這方便我們一開始在做學習的時候 在測試整個這個程式架構的時候 確定說你的這些參數是沒有問題的這樣 那再來就是講到Darky Bar整個系統堆疊這樣 它系統堆疊也可以看到 然後它主要下面是素媒派 下面跑一個座位系統這樣子 上面跑一個座位系統 然後是Ubuntu 然後再來是會有RAWS 再來是你會在上面使用OpenCV跟Python這樣子 那素媒派是什麼呢 那素媒派就是一台電腦嘛 我們在賣的這樣 那它現在我們主要是用Py3這樣 那Py3其實素媒派它跟一般電腦有個很大的不同 就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第一個它有40支GPL的腳位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腳位去控制 比如說馬達啊 控制一些硬體等等 再來是它現在Py3內建的Wi-Fi跟藍牙 所以你可以透過 就是你就不用再插無線網卡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無線網路跟你的Py3溝通這樣 那另外就是它還有一個相機模組 所以說這個我們就可以在上面 就是很容易接各種不同型態的相機 比如說你可以用語言相機 可以用廣角相機等等 但是我們這邊是推薦的 不是這邊推薦 就是它是建議是用160度的語言相機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素媒派 然後就可以搭建了很好的一個一個系統這樣子 那這個素媒派它上面可以支援超過40種OS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什麼WINS啊 Firefox等等 那因為我們等一下後面使用的是ROS 這個ROS 那ROS建議是它推薦是跟無邦2 就是它裝在無邦2上面 所以說我們在素媒派上面 如果要跑這個DuckyTown的話 我們建議用無邦2Mate這樣 那WINS要講到ROS之前 我們先想看 一個機器人到底它需要多少感測器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一台機器人要動的話 它可能會有 你可能需要測距 它可能要移動 它可能需要測距 它可能要知道現在的方位 所以你可能需要電子螺排 那你可能需要角速度跟加速度的感測器 還有陀螺依才知道它這個移動的狀況 等等它需要非常多的感測器 所以你要想看 我們現在如果要做一個 一機器人上面充滿的感測器 它能判別它的移動 讓它行走等等的話 我們可能去讀這感測器的數值 它可能要從不同的來源 硬體來源 不同的感測器來源 去讀這些數值 那我們可能要寫一個 多指引序的程式 去處理這些資訊的輸入 你才不能做一個最終的決定 我到底現在是往前轉 是往右轉 還是往左轉等等 所以資訊來源可能有多種 所以如果要做一個機器人的話 其實你要面對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有多種資訊的輸入 所以ROS 它其實就是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 而產生的一個作業系統 那就是Robot Operation System 那它其實就是專為機器人所設計的一個系統架構 那它可以被定義為所謂的訊息管道 訊息管道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說你要處理多種來源的輸入的話 你可能會有多個終端 就是Node從Sensor進來的資料 那你會這個資料之間 可能會透過一個Master 做處理這樣 那所以Master會處理 收進來各種Node的資訊 那它這個Node的資訊 可能還要透過Master 互相交換 那你如果要去建立自己這樣的訊息架構 其實很麻煩 那其實ROS就幫你先把基礎架構設定好 再來是你如果要發布 要去發布或是去部署這些程式的話 那你也是可能要另外一套系統 那ROS也幫你做好這些主態工具等等 再來是它有一些內建一些機器人功能等等 那再來是你可能會有常見的一些相機校正 或是移動等等 那這個東西它有提供生態系統 很多人已經幫你寫好很多的所謂package 讓你可以方便下載使用 那所以說你有一個標準的系統 就是大家根據這個系統上去建構自己的功能的話 那我們後來的人就可以享受這樣的成果 那它有這樣的生態系統 那ROS上面可以開發的程式 就是主要是Python跟C++加槓 還有Lisp也可以 那除了之外它除了一些工具之外 它也提供了一些比如說我們一些視覺化的工具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視覺化工具 我們可以去模擬比如說一個機器手臂移動等等 那當然最重要是Python 我們上面執行了這個程式 那除了C++之外還有Python 那Python的話 我們在這個DuckyTown裡面 我們會用到多種的這個套件 比如說我們會用南排跟三一排去做 基本的這種資料型別的舉證運算等等 那會做一些積分、微積分、信心代數等等 那再來是它我們會使用到一個OpenCV去做影像處理 然後再來是它有一些這個Jupyter跟iPerson 那可以讓我們做一些互動式的編輯跟教學等等 那後面還有一些進階的用法 比如說你收進來的這個圖像之後 那我們出來影像我們怎麼去做一些去做辨識 那可能後面就有一些Cafe跟TensorFlow這樣的套件 我們可以再去應用 那主要我們後面很多的一些色彩影像處理 其實主要是用OpenCV來處理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講完前面的大概整個架構 那實際上到底DuckyTown上路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這樣 DuckyTown DuckyTown在路上走的時候 它唯一的輸入來源 它唯一的感測器就是相機 所以說我們要根據這相機的輸入 才知道說到底它要怎麼去移動 所以說DuckyTown看到什麼東西 它可以看到的是這樣子 這是原始的圖像 原始的影像進來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經過一些影像處理之後 我們可能可以找到一些這個點 一些點就是一些特徵點 那找到一些特徵點之後 我們再去計算它的這個去做 找到它那個車道的線 那我們根據這個線 我們再去判斷說我們到底要怎麼移動 所以這個是輸入影像來源 那我們經過一些處理之後 我們可以換 可以得到這樣的資訊 那事實上你要進行一個最簡單的一個跟著 車道跟蹤的話 你可能會有一些會需要這個注意的事情 比如說你一開始原始影像 那可能透過一些光照補償啊等等 那你要去找出剛剛的道路 就我們剛剛講的路 那再來是做各種的一些這個校正 比如說內部校正外部校正等等 那我們再知道說到底路在哪裡 路在哪裡之後 我們最後才知道說到底該怎麼走 那這個這個流程我們大概 我們稍微講一下 第一就是亮度補償 就是說一開始啊 因為在這個不同環境下 你要照同一個顏色 在不同環境下 它其實它我們看到的光 就是我們得到從這個相機裡面 看到它的這個顏色會不一樣 雖然同一個顏色 但是不同光照之後 它可能會得到不同的這個顏色 這樣看到不同的顏色 所以說我們可能會出過一個亮度補償 讓啊在不同的情況下 這個顏色是穩定的這樣子 能找出我們要特定的顏色 那再來是直線偵測 就我們看到我們現在定義的 因為主要車道是黃色跟線跟白色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個 找到黃色線跟白色線之後 我們怎麼知道到底 我們可以看到黃色跟白色之後 我們怎麼知道 找到那個線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它在裡面可能透過 這個Canding Edge Detection 去找出直線這樣 那再來是它把那個 它從色彩空間 從RGB轉成HSV的色彩空間之後 它這兩個這個計算之後 結合之後 做一個End的計算之後 它再去找出這個 它那個延伸的線段這樣 延伸的線段 那是它的這個直線偵測的方式 那有了之後啊 有了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線 可是你要知道 一般我們這個整個真實的世界是3D 可是你這進到這個 camera之後 就變2D 所以3D到2D的時候 它其實是從 它是一個降微度的概念 就是說你現在從2D的資料 你怎麼知道3D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所謂的ground projection 就是你收到的圖 收到的影像 你怎麼會回推 到底它現在真實的路在哪裡 所以就是它需要做一個 這個我們會所謂的外部空間的 外部空間的校正 然後內部空間的校正 讓你知道說2D怎麼從3D轉成2D 這樣子 所以你會需要讓它知道 3D跟2D的比例是 3D跟2D的轉換是什麼 再來是你 假設你又知道 這些東西都知道 所以你看到 你知道黃色的線 知道白色的線 所以我們理論上 我們要跟在 走在黃色跟白色的中間 這樣子 就車道 那我知道了黃色跟白色之後 那問題就是 對於一台車來說 它現在 它的唯一的控 它的速度是影像 那它最後的輸出是什麼 就是移動 它移動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 它有兩個參數可以跳 一個就是 就是我要往前跟 速度是多少 再來是 我往旁邊的角度是多少 一個就是 你跟你旁邊的D是多少 再來是 你的移動的C打是多少 所以 你到最後的輸出就是這樣 你要離旁邊線多遠 再來是你C打角是多少 那它就可能根據不同的計算 知道說 兩個這個車輪的相對速度是多少 那來到最後輸出 讓這個車的移動 移動有產生不同的移動等等 那再來是 當我移動之後 當我移動之後 那我可能會有一些就是一些判斷 比如說 我可能會去判斷說 到底這個車 這個結果 到底是 預測的準確還是不準確等等 就是我可能會有一個 去做一個 機率的猜測這樣子 那就是讓我才知道 才有辦法讓我去做那個 移動的修正 那以上大概就是 你做一個車道跟蹤 大概會用到的一些基本功能這樣子 那還有更多進階功能 就是比如說 你如果說 有了其他的 就是你可能 你除了這個車道之外 你可能會有一些 這個路標 就是一些 就是道路的一些標示 那我們可能可以透過影像一樣 就是CAMERA獨鍵來之後 我們去判斷它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甚至我們可能會有其他的硬體 比如說一些LIDAR等等 那我可以知道說 知道打出來 知道周遭的形狀是什麼 那我就可以去做一個 全域的定位這樣 那有全域定位 我就可以建構 我如果跑一圈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整個圖像 整個地圖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就可以去做一個 去做一些 這個區域的規劃 或是我可以去做一些 這個更進階的功能等等 那所以說 如果說 在整個DuckyTown裡面 如果說你要做比較進階功能 你可能會 加上一些其他的信號 比如說我們會加上一些 一些Tag這樣 這不是QR Code 這稱為Apro Tag 那這個主要是讓 你一般來說 你的車道在移動的時候 那 這個小阿車怎麼會知道 我在一個十字路口 我到底是要往右還往前 它其實運用 它其實利用 你需要在前面擺一個這樣的標示 讓你知道說 這個標示會提醒說 現在這個路口 是直線或右轉 它是一個提示 讓你知道說 在小阿車 你讀到圖像之後 讓你知道車要怎麼移動 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在Apro Tag 在這個整個DuckyTown裡面 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是 這個 你有不同的狀態 在 你在這個不同的 一直有 不停的 輸入進來之後 那你再來有移動 再次你去判斷到 這個不同的 這個Traffic Size 就是這個道路的標示之後 你要怎麼確保你現在的狀態 就是你現在維持的 是正確的 所以它有提供一個State Machine 讓你去判斷說 到底你現在的 現在的這個狀態是什麼樣子 這樣子 你就可以確保說你的程式 是正確無誤的 那如果說一台不夠玩的話 其實還有多台這樣 多台的話就是 你可以讓多個機器人 對不對 有上下左右都有 那它怎麼知道 是要左邊要先過 還是右邊要先走 還是直線要先走 那其實 如果說你有多台的話 你就可以傳送不同的資訊 那可能這可能利用光啊 或者什麼 可以讓你知道 讓對方知道說 到底你行的 你下一步的動作是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有這個 互相的 有個協調 可以讓它避開 不要撞車等等的 那這次以上就是一些 相關的一些介紹 那如果說這個 有一些 如果說是想要開始使用的話 你可能會有些 學習的資源可以用 比如說一開始 MIT的這個 2.166這個 Darky Town的這個課程 那裡面它主要是用 Pi2 跟Rose的Indigo 然後它跑來VirtualBox 所以它這台效能 那時候的環境的效能 比較不好這樣 那比現在差一點 而且現在 而且它有些連結都失效這樣 那所以說後來 就是有其他的 後來他們有持續改進 那在Darky Book裡面 Darky Book裡面 有提供Pi3幹 Ubuntu Mate 跟那個Rose的Kenticle 一個新的版本這樣 那再來就是很重要 就是交大 有交大分支 就是交大電解 我Nick王老師 他們來交大之後 他在暑假的時候 有開一個暑期的課程 這樣三天的課程 那就把這些資訊 都給公佈這樣 公開這樣 那後來他在2017年 2017年的時候 還有一個軟體創意專題 就是在實作一個學期的課程 那就是把這些東西想更詳細這樣 那這個網址 他除了這個有影片之外 還有那個 除了講義之外還有影片 這樣 所以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 學習資源這樣 那再來是我們也 這個有從另外一個 這個上面有個學生 他們做了一個另外一個專案 叫Darky Tom Bonnie這樣 那他也是從MIT 這個Folk出來的這樣 那他主要他在 在兩年前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 那時候還在排圖版 他就已經把它Porting到Py3這樣 那再來是他 比較特別的是 他用的是L298N 這個馬達曲弄版這樣 那他們 後來他們也根據這個題目 去參加這個RoseCon 2016在首五的一個活動這樣 那這是正月文 這個是 忘記他名字了 對 好 那最後有個log可以看 可以到這個地方看一些log 那這個log的話 他會提供一些不錯的資訊 那你可以根據這個log 你可以去看他這個跑的狀況怎麼樣 那根據這個狀況 你就可以知道他這個 再去查他使用的 他使用的一個 這個一些參數 參數 那可以 這裡是 等等 那最後那個Jsurf Jsurf 大家可能應該都知道 那他們也基於這個專案 他們做一個 就是這個 RTOS的系統 稱為是普悠瑪這樣 普悠瑪號 很特別 台灣精神這樣 台灣意思 那他這個 也用這個做了一個 這個 RTOS的一個專案 就是類似 建構在這樣的 那個 這個 Darky Town的上面 這樣 好 那我們最後要感謝幾個人 Jeffrey Liu Jesica Wu 還有這個 鄭月成 張月成 跟Nick Wang 等等 好那我們就要Demo了 因為講很快 其實是因為想要Demo 好那我們Demo開始的話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會 我們一開始會有一台小車 那我們要先試試看 就是我們先會有幾個 第一是我們要先看一下這個車 我們可不可以用搖桿控制 那第二個Demo 是我們會對他做一些相機的校正 第三就是我們如果相機的校正也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讓他在路上實際上跑跑看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做他那個 這個車 就是搖桿的控制 那如果說 如果說 我現在是連到這個 車裡的Rose裡面 那我現在把一個Node跑起來這樣 如果說沒有問題的話 理論上我們應該就可以用搖桿去控制他這樣 可以看這樣 上前後 轉彎 這是可以的 這當然是可以的 如果這個東西還不行 那就不用玩了 那所以說第一個 第一個測驗完了之後 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要做第二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就是做那個 校正這樣 不過這網路超級慢 所以說 可能 會等很久這樣 第二個就是要做 校正 那校正有兩種 第一個是那個 我們會稱為是 內部校正 內部校正其實 就是 內部校正 其實就是在做是 怎麼樣把 這個 等一下 內部校正 內部校正大概是這樣 我們會用一個棋盤格 我們會用一個棋盤格 然後去做 對他做校正這樣 對他做校正 因為他要去 因為這個每一個格子 大小是固定的 寬度是固定的 那我們根據這個 這個長寬 那我們 給他多個影像之後 他就可以 他就輸入到 他輸入到 偵測到多個影像之後 他就可以做校正這樣 因為網路超級慢 所以不一定會成功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做完校正之後 他 旁邊的那個線 就是那個XY 跟Screw 那些 他可能會變成綠色這樣 當他變成綠色之後 表示 表示 表示校正完畢這樣 所以說我們可能要讓他做不同的 做不同的 位置展示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 當我們去讓他不同的 讓這個棋盤做不同的移動的時候 做不同的移動的時候 那他就可以 這個 他的顏色就會隨著改變 那當他這個 右邊的那個Bar 全部都變成綠色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完成校正這樣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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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因为这个实在太久了 所以我们就不让它做校正 我们就用原来校正好的结果 那除了这个内部校正之外 我们要做一个外部校正 所谓的外部校正就是 让它可以 让它可以透过一个 就是坐标系的转换 其实就是让它知道说 世界坐标跟现在它坐标的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要做 要做 内部校正 外部校正 内部校正在这里 外部校正是对了 我们要做个致的转换 看到了 没有 过来 一件事 我可以做的 但是 一件事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要做外部的校正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把它切换之后 我们需要两个图 有了这两个图之后 它就可以知道说 比如说这个X的距离是多 它可以从2D转成3D 因为这个长度是固定的 这个长度是固定的 但是每一个棋盘也是固定 那我们做外部校正之后 那这个校正结果 就可以存到它的设定档 那我们之后等一下启用的时候 它就可以去读校正完结果 那假设这也校正完之后 假设这也校正完之后 那我们现在要做最重要的车道跟踪 那车道跟踪 也是一样要启动两个 那可以看到一开始是看不到的 这是现在看到的路 对不对 这是现在看到的状况 那实际上它如果说 我们把它转照我们刚刚讲的 做Land Following的话 实际上它看到的应该是 上面有点有线 它才知道路要怎么走 所以我们可以切到另外一个画面 你就可以看到 它只认得黄色跟绿色 就是它的一些特征点等等的 假设你前面的车道跟踪 都已经做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让它开始跑这样 那我们先确认一下说 用这个腰杆可不可以动 不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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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摇杆会动 当然摇杆会动 那再 等一下 那再来是真的不要 不是用摇杆动 再来是刚刚我们确认完 这个摇杆会动之后 我们就让它真的 我打断一下 sorry哥不好意思 因为时间到了 那我再给你大概 十秒钟 三分钟 三分钟这么久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开始动 所以我现在按下去之后 它就开始 应该要自己走了这样 那如果走不好的话 我们有些参数可以调整 走不好 对不对 走不好我们就有些 参数可以调整啊 对 表示它有很多空间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调整参数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调整它那个速度 比如说 我觉得它刚可能走太快了 所以我们让它走慢一点 走慢一点好了 走慢一点 让它可以走慢一点 那除了走慢一点之外 我发现它行走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路线有点偏移 它有点偏 那我觉得它的左轮跟右轮的速度不太一样 所以我让它速度 左轮跟右轮的速度 稍微改一下 那我看一下 会不会改变 会不会改变一些效果 这样 所以我们这时候再让它走走看 有改善了吗 那大家很多参数可以调整 那这边的光好像比较不好 所以说 现在一向都是自己在跑的 我没有在动它 我要赶紧拿走了 那当然这个专案还有很多可以调整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只是介绍 比如说你可以调整一些车轮的调整 调校之外 你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色彩空间的调校 还有些演算法调校 那可以让整个 光是一个lan follow 你就车道跟踪 你就觉得可以玩的东西很多 那如果说你这之后 那有 这个开始建构了小压城之后 开始有一些信号啊 或是这些不同的车子 这些互相汇车 那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我就在放一个小小的影片 那就在讲这个不同的车之间互相 互相 互相这个 做这个资料 做资料 这个怎么做这个讯息的交换 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得出来 Sori哥 Sori哥不好意思 因为下一场时间有点 有点紧 所以我们就让影片这样放 然后有兴趣的 大家到前面来找Sori哥 好的 不好意思 好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这一场精彩的演讲 对对对 我要怎么拍 可以帮我拍张吗 可以帮我拍张吗 谁大家想要比我拍张吗 很好 好 谢谢大家 跟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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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 不見了